科技教育艺术跨界融合 欢迎来到语文大师 唐仪自伯虎 也有人喜欢直接叫他唐伯虎 是明代著名的画家 年少的他非常喜欢吃鸡 几年时间里 山东的德州扒鸡 河南的稻口烧鸡 安徽的福利吉烧鸡 他都尝遍了 这天他听说 前唐县有个叫天盛的人 有祖传烧鸡手艺 唐仪一路打听 找到了天盛家 天盛对唐仪说 想要吃我的烧鸡 光有钱是不够的 还必须有才华 于是唐仪拿起笔墨 寥寥数笔 一幅栩栩如生的攻击图 就出现在了暗截上 天盛赞叹不已 唐仪还不忘给这幅画提了一首诗 画鸡 诗题画鸡 顾名思义 是诗人为自己所画的一只大公鸡提的诗 头上红官 不用裁 红官 指鲜红的机关 欲指当官人戴的帽子 裁 制作的意思 大公鸡 大公鸡头上鲜红如花怒放的激光 是不用裁剪制作得来的 诗人不觉联想到了当官人头上的光帽 是通过努力得来的 满身雪白走将来 将是柱子 走将来 只向你走来 熊鸡身披雪白的羽毛 熊啾啾地走来 平生不敢轻言语 平生 平素 平常 轻 随便 轻易 大公鸡 他平时不敢轻易鸣叫 诗人也一样 尖头背负着国家和人民的重大责任 平时是不能轻易说话的 一叫千门万户开 一 指一旦 千门万户 指众多人 他叫的时候 千家万户的门都打开 攻击轿的时候 是告诉人们 天亮了 该起床了 长官不能例外 有钱人不能例外 就连皇帝也同平民一样 不能例外 天下的人都应该起床了 诗人也一样 平时是不会随便说话的 一旦发生 就要承担起对天下人的责任 诗人用简单的一首诗 描绘了公鸡的威严 写出了他高洁的品格 将公鸡的神态气质和爆小的天性展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仿佛看见了平时不多说话 但一说话大家都响应的大公鸡形象 也由此看出了诗人 渴望成为时代先驱的远大志向 画机 名 唐尹 头上红冠不用踩 满身雪白走将来 平生不敢轻言语 一叫千门万户胎